国庆连续假期期间,屏东县政府环保局持续执行畜牧场水污染鸡茶作业,总计有在屏东市及万丹香茶获7家牧场违规,其中一家养牛厂日迁已遭勒令停工,却还持续饲养,环保局已依违反畜牧法等相关规定将业者移送法办。 环保局表示,在国庆连续假期间,总计击查21家牧场,其中查获一家日迁已遭财处停工的养牛厂,并未依法停工,仍持续饲养,已经处罚,依法将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,之一货科或病科刑台币20万元以上,500万元以下罚金。 另外,环保局还查获有三家牧场的废水并未纳入废水处理设施处理,而是直接绕流排放到场外水沟,依法可处6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罚环,其他三家牧场违反水污染防治法,也将依法采处1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罚环。 环保局再次重申执法决心,并提醒业者如偷牌废水经查获第二次违规或放流水值,不加一年内经查获三次,将以请农业处撤销牧场登记证。 业者欠勿以申执法公开陈情专线0800-0666666或08-7351928。 国庆连续甲期间平线海保局仍持续击查序牧场,图平东线海保局提供分享。 环保局在国庆连甲期间查获有牧场的废水并未处理,直接绕流排放到水沟,图平东线海保局提供分享。